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请坐 欢迎来到天津卫视 菲尼莫属 我是图磊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报名菲尼莫属 请将简历投资邮箱 菲尼莫属的全评 2010 at 126.com 菲尼莫属快六周年了 我们将会新增一系列的板块内容 类似于老板职业体验揭秘 老板职场吐槽 六周年的各种回忆板块 内容十分的精彩 大家可以敬请关注 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二位老板 今天有新朋友 是叠合科技的创始人兼总裁 陈巨甫 掌声欢迎 波士团新成员 陈巨甫 DIH叠合科技创始人间总裁 DIH叠合科技 是全球领先的智慧医疗系统 及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致力于通过世界领先的 基于云平台的创新智能产品 和管理系统 为全球慢性病和康复患者 提供智能集成解决方案 和平台服务 好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大一下半学期呢 成为一个商演主持人 来出去演过电影 拍过广告 我潜意识里面 一直希望自己是成为 有能力很神秘的这样一个女人 只要还活着 就一定要努力 在学习的时候学习 在该成长的时候成长 在该爆发的时候爆发 张美玉女二三岁 黑龙江人 哈尔滨师范大学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我叫张美玉 今年二十三岁 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 同学们 我的好朋友们都愿意关 我叫张精彩 因为他们觉得 我每天的生活 都在不断地追求着精彩 今天我来到了 非你莫属的舞台 非常希望各位boss能为我亮灯 在大学期间呢 也是从事过很多的工作 以及参加过一些比赛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比赛呢 是参加了泰州美女主持人大赛 当时晋级了全国钱十强 这场比赛呢 却带给了我很大的希望 和往前走的动力 我希望我今后可以成为一个 看起来像一个女孩 行动起来像一个女人 工作时像一个老板 思考时像一个男人的人 今天我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希望求到一份总监助理 或者是公关经理 或者是大客户经理 以及培训师蒋师长的职务 谢谢 老师 我之前来呢 看到很多期 非你莫属的这个节目 发现了一个特点 就每一个选手来的时候呢 都希望用一些小小的礼物 去代表自己的心意 因为我比较喜欢花 我希望能够通过一个美好的事物 来传递给各位老师 在我心当中的位置 那首先第一朵 我要送给您老师 送我玫瑰呢 送您一朵玫瑰花 我从来没有接受过 别的女人的玫瑰 其实您真的是一个 很像玫瑰花的男人 因为您很浪漫 但是呢 有的时候有一些小刺 就让我们感觉到很严肃 很犀利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您的内心 是有爱的 而且您是一个慈父 所以我把玫瑰花送给您 我还是喜欢这个 你给这个给我吧 我还是不破例了 我只接受我老婆的玫瑰 对不起啊 哇 那您在我心目当中 谢谢 那您在我心目当中 一个是又加粉了 好棒的男人 谢谢 我们也有老婆啊 不管女生要抱她 还是要送个花 你老是压力那么大干嘛 男人要懂自律 老师 谢谢 那么向日葵有什么寓意吗 因为向日葵 它象征着希望 象征着勇敢 象征着机会 所以我把这些 带给各位boss 也希望我能够拥有一个机会 送花那个玫瑰 是我自己独自想出来的嘛 那个玫瑰 我觉得给各位boss留下的印象 也很深刻 其实当时我送花的想法很简单 首先第一点 我肯定是希望 我能给他们留下一个 很好的印象 第二点呢 我也觉得录制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 也时间很长 很辛苦 所以我希望能够带一个黄色的向日葵 能够带着朝气 带着新鲜 而且能够给平文老师的心情变得好一点 所以当时其实就很简单送过去了 然后我发现 其实这个环节还挺好的 不错 其实你自己就是一朵美丽的花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你啊 这个一态万千 长得也不错 谢谢 谢谢老师 人也挺聪明 你在学校担任过学生会干部吗 是 学生会主席 对 那在学生会主席期间 你都做出过什么工作业绩啊 当时去谈了很多的赞助 大概是有十个左右 然后呢 但是每一场赞助前其实都不多 大概就是一千左右 因为我们当时都是比较小的活动 组织过五场的我们的团活 团活的话 其实就是大家在一起开心 然后分为每一个班每一个戏 去表演 你这种人拉赞助 是不是会太强势 其实我可以弱下来的 你可以弱下来 我可以有很多的形象 你也可以弱下来 那我们现在进入温柔模式好不好 老师好 说不了 说不了 真说不了 因为说实话 我们还是希望职场中 就是能看到一个完整的你 就是你现在展现的全是很干练 但我相信你有很女人的一面吧 你得看看这个姑娘的黑红配 就是个特别有特质的 什么特质 你看我是怎么穿的今天 哎呦我怎么穿的 你能大调色 你们俩虽然颜色搭配相同 但典型的是一个主人一个仆人 对吧 你还是到后厨去当你的厨子去 咱们继续了解 你在担任学生会主席之间 这里上面写 你办过五场活动演出 对 你都是担任什么职务 从事什么工作内容 编导策划 还有前期的一个赞助 还有演员的培训 你一间挑啊 我每天会开会 然后我会给他们布置任务 我们会 每一场演出的规模大概有多大 规模的话大概是200人观众 然后演员的话呢 是100 不到100人 是70人左右吧 这五场演出当中 没有出过岔子吗 出过 我觉得有人的地方 就一定存在着问题 那你说你怎么解决这个岔子 比如说演员啊 就演演演 我不喜欢演了 那我就不干了 不干了之后 我就开始找他去聊啊 我们聊人生啊 聊理想啊 这个真的听起来很假啊 但是很真实 就聊为什么来大学 然后我怎么样 我一直在干什么 然后聊着聊着 他觉得这学姐不错 我们聊一聊怎么样 看看你如何解决 比如说我们这里 就有一个演员 张扬 他演着演着就不想演了 OK 麻烦你跟他聊聊 也不给钱 对吧 不演了 张扬 这个演出怎么了 你是怎么想的呀 我都来了三天了 你说连饭都不给我们吃 吃好的 这个也不给钱 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不演了 这真的得怪我了 咱们这个团伙 其实非常地受 学校老师和领导的重视 你知道吗 每一次咱们的书籍都会来 其实在大学的时候 你来大学要干嘛 你就是想真真切切地 在大学留下点什么 对不对 你希望同学认识你 或者是你希望 有更多的老师去了解你 哎 张扬 2012级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意义是有的 而且我会帮助你 跟老师协调 咱每次演出的时候 老师都会 都会有价条的 还有呢 我就 你刚刚说到这个 饭这伙食的问题 其实这也是我 之前一直都 忽略的一点 没关系 你放心 从现在开始 只要你相信我 以后我有吃的 就给你吃 不要我给你带回家吃 你是他妈的 如果是一般的学弟 早被他忽悠蒙了 是 他还是挺 而且他的沟通很成熟 对 非常流利 他不像他这个年龄的人 其实他不光是在学校 做学生会干部 他在社会上的一些 培训机构 和一些从业经验 也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你是在一家 培训机构 做项目负责人 是吧 对 半年代团队 达到180万的业绩 个人拿到5万的年终奖 是这样的业绩吗 对 你在里面是做什么 得到这样的业绩呢 我那个时候是大三 是被一个朋友推荐过去的 只是做讲师 我的职责是在大学 我要面对300 400 500的 大一新生 大二的 大三的这样的学生 去讲什么叫做 我们这个产品 然后怎么样让他们学习 给他们就提高兴趣 我不会这个专业性的知识 但是我会给他们提高兴趣之后 他们会觉得 哇 这个很好 很有意思 很想学 去了解 然后就报名 就是讲完了过 现场就报名是不是 当然 你算过成交率吗 现场的转化力 大概是30左右吧 因为它学费比较高 30%啊 那还是很高的 就是你的课程的价格 卖多少 4万多 4万多转化30%啊 当然 他讲的这个成交率 30%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的概念 这个数字就不对了 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就通过一个数据的点 然后就没有找清楚 它就一直引发了 一系列之间的对峙 包括舞台 我站在舞台上面 其实看起来很平淡 但是心里是很紧张的 你要是3%的转化率 是靠谱的 对 30%从何而来 确实 确实 但是我说的这个30% 其实每一个项目 它都是有养成的 这个时间的 可能我这次去讲的时候 它不一定马上报 但是它马上报的人 会很多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就你养成时间 承担30%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没呀 我只是说 因为这个回去行业 我也挺熟悉的 对吧 因为现场肖想能够达到 30%的成交率 你这还得了吗 那你看谁讲 我可以给你一个数字 那我是资深的东方英创始人 我的讲课的承担率 大概在17%到23% 最高的记录都没有现场 超过30% 你看啊 你确实是口条不错 但是呢 千万记住严多必失 对 不要膨胀 是 它作为一个 在我目前目测 是一个属于有能力的人 你应该具备 把这件事情 阐述清楚的能力 否则我们现在开始 对你打对折了 这个是这样的啊 其实我也觉得 它有能力阐释清楚 但是现在最难的一点 就是你彻底把刚才的话 颠覆的话 你可能很难接受 你现在就是要放掉 所有的面子 说清楚这件事 到底是什么 否则的话 第一轮选择 可能会有人因为这个质疑 而灭灯 你不要得不偿失 我知道了 老师 我要声明一点 第一点就是 老师您不要生气 也不要激动 因为我真的是 在你面前 我真的很不专业 这是我真心的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我真的放下了所一切 去跟老师您说 这个数字 对于我来说 真的不是擅长的 我能保证一点 就是我的简历上面 没有撒谎 我是跟您说 我没有骗人 然后您如果要是 感兴趣的话 不是 我再打断你一下 就是你老师讲 你不骗人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事情呢 你老师强调于我们 你也要强调啊 来 这样 我们就不信 三位专家 三位专家 刚才听了这么久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看似优秀的女生 受到了一定的质疑 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其实她从刚开始 一上场的时候 当时我就是想跟你讲 就是说你的设计的套路 特别的深 对 但是今天 其实你整个的设计 其实并不是 特别的完美 HR老师说 我套路的时候 其实我内心当中 还有一点小高兴 因为能够 在这么多boss面前 然后呢 都已经这么成功了 然后说我是比较套路 虽然被看出来了 反而会让人觉得 我很放松 我问你没一个问题啊 这个刚才说的套路啊 现在网上流行一句话叫 一入套路深死海 从此节操失路人 这个面试到底 要不要有套路 如果要有套路 应该什么环节有套路 我们说面试 一定是有技巧的 而且这个技巧 可以帮助你 获得更好的职位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我认为 在面试过程中 比技巧更为关注的 就更为重要的是诚实 一定要诚实地表达自己 你永远要相信 坐在你对面的那个人 一定比你更加专业 他比你的经验 一定会更多 如果你过分地使用技巧 反倒会给你减分 对 今天的这个选手 套路用的有点多了 是吧 就是我们看不到 23岁的那种感觉 感觉你太成熟了 你要求薪资多少 五千加 你写的是九千 写的是九千 你写的是九千 到一万五 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现在是要五千加 对吗 解释一下 这个变化如何来的 就是之前是想写 那个九千到一万五 是因为我面试之前 就是面试嘛 就每次都是写很高 但是结果每次去的时候 告诉我 五千 我本来是六千的 然后倒是去 那个底薪三千 可不可以 我就懵了 所以说就是 你以为我们老板 今天会给你砍价 是不是 很习惯 我们老板都会加钱 他以为我们都有套路 都是先报很高 就反映出了 你这个不好的性格 就你什么事你都解释 你看了几集非你莫属 有几个老板 是都拦腰砍的 没有 对不对 没有你今天有这个想法 就纯粹是你刚才 应激之下 你临时给这个解释 这个应激 跟你刚才应激之下 说百分之三十是一样的 但老师 我真的想说 你看你看 你听我说一下 你每句话都在说明 我其实挺聪明 沼泽 不要找了 咱能好好说话吗 接下来 别让自己的优势 变成自己的劣势 好吗 别砸了自己招牌 让你的学弟学姐们 好好看看 你是怎么应聘的 好 第一轮选择去活了 看看吧 大家对你还挺宽容的吗 来 天生我有才 作为部门主管 发现你的得力助手 A和B存在办公室恋情 公司却严令禁止 办公室恋情 请问 你将做何处理 我当时也在想 我到底应该说什么样的答案 说什么样的答案 Boss会喜欢 HR会喜欢 涂雷老师会喜欢 我觉得 我一定会开掉一个人 我觉得我应该会开掉这个女人 为什么要开掉女人 不是男人 女人她 不论她有多强势 她有多么的 理性 但是她在思考的时候 为什么刚刚也是 我说我要思考得像一个男人 因为女人在思考的时候 她往往会感情用事 或者是她会 由于很多的 生活上的情绪 然后去影响到工作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你也是个女人 女人何苦难为女人 我觉得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又是脱口而出了 对 你并没有理性分析 李浩阳 如果是你 你怎么做 我肯定会留得力助手 既然这提起写得很清楚 说你的得力助手 A和B存在办公室宴情 对吧 那肯定说明 A的重要性比较高 那肯定我要 你就是唯重要论 对 留住A 好好好 来来来 张阳 张阳 你怎么做 我说我会跟这两个人 分别去聊 对他们俩自己解决 你们俩走一个 你们俩回家试议商量一下 对吧 这样他不会恨我们吗 我们这企业 这两种情况都发生过 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我就一聊 两人都走了 真的呀 就这一聊都走了 就是我们俩都不干了 就跟殉情一样 我要走全走 然后呢 我们又发生了一对 也是得力助手 两个人都很优秀 最后为了他们俩 那你还敢聊吗 我们改制度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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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从法律层面 其实你禁止人家办公室恋情是违法行为 至少是设法律保护的 但是呢 公司有明文的规定 严令禁止办公室恋情 我们理解的是 只要是两个部门 不是要害部门 不是身处两个有 就是相关联 强关联的部门 其实问题不大 但既然是公司的规章制度 我觉得要以这个规章制度为纲 你刚才选择我们也听到了 就是你的选择其实就是你的做事行事的方针 你的风格 简单粗暴的风格吗 你指的是 他比较强硬做事 然后他比较注重自己的决定 他可能如果做一个部门的leader的话 他可能会做事比较强悍 底下的小伙伴们可能会反对声比较高 你今天除了应聘总裁助理和公关负责的相关工作之外 还有别的一项吗 像培训师讲师 培训师讲师 或者是大客户这一面的工作 这样吧 在第二轮选择之前 你总结一下今天面试差强人意的地方 我觉得差强人意的地方 就是很多人都跟我说过 包括以前的老板 他说你在说话的时候 嘴比脑子快 对 这也是恰恰为什么今天我想选择来非你莫属的舞台 是因为我希望能够跟各位boss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学习 我现在记得一件事 在我高三第二年重读的时候 我的爸爸妈妈需要去另外一个城市给我买一考的服装 我爸说 如果你要是真的孝顺的话 你就赶快考上大学吧 就这么一句话 当时我就觉得 哎呦心特别难受 我觉得我一定要成功 我一定要有价值 我一定要让他们觉得我很厉害 所以我通过了半年时间的学习 以468分的成绩考上哈尔滨师班大学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那个时候我野心越来越大了 我渴望上社会以外的这个工作 我渴望让更多的人去肯定我 慢慢地我变成了学弟学妹们争相模仿的对象 也变成了同届学生输大拇指最多的人 我爸我妈也改变了 就会跟别人说 从之前说你看看人家女孩怎么怎么样学习多好 到后来会跟别人说 我女儿现在在哈尔滨干嘛呢 那个时候我好开心 我觉得我实现了人生价值 美玉你到现在也是套路大于你的真实 而图里老师在你演讲之前告诉你 要把这道题和你的感悟融合进去 其实你可以如果真具备聆听能力和同理心的时刻 你应该瞬间借题发挥 把你的一个故事和这个场景结合清楚 就是一个精彩 就那句话要吃不吃老端着 就你把自己老端着了 架在那了 其实可以落下来 你不就是一个二十三岁小女孩吗 正在找工作就行了 你现在就是一张白纸站在我们面前 想找一份工作就够了 对 其实你应聘的也是一个基础杆 也不是要求这么高的一个杆位 你不用把自己把它放那么高的位置 再实在一点 美玉其实我觉得你是还是在自己的世界里 现在你没有太了解老板的需求 现在我们想听的和你想表达的 其实不是一个概念 现在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美玉从头到尾 它都是在比较自我 第二 我要证明一些东西 所以呢我就要给你一堆的东西 证明我自己 所以它还是以自我为中心 你看你啊 始于颜值 限于才华 始于人品 本来如果你三方面集聚在一块 今天是一个很好的面试 但是你现在只剩颜值了 你的才华最后成为你的缺点 甚至大家都只遇到你不实在 最后听下赵红莉的意见我们选了 您是谁并不重要 您拥有什么不重要 但是您能铲出什么非常重要 这也决定老板是不是可以雇佣你 来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还有六盏灯 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职位 从增花开始 我觉得你从跟客户打交道开始也可以 我给你提供的是大客户销售的岗位 地点 地点是北京 给你的职位就是熊九集团旗下的 熊上学院的讲师助理 那我给你的是一个 你可以到我们集团总部 到我们的培训部 去做一个培训助理开始 来 陈俱福 就一方面我非常感动在 他的这个这种 非常想要做一番事情的激情 另外呢 确实有很多非常好的这种技能 那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就是客户的这个接待方面的经历 我给一个我的助理的岗位 那么现在我们有家新的一套旗下的文化娱乐公司 我们第一个产品是一档卫视的电视节目 那我希望你做我的助理来打理整个这里边跟台长 跟直播平台 跟艺人之间的沟通方面的这些事宜 我倒是觉得你可以到我们这个行政助理港去轮转 好不好 这女生啊 看着嬉皮嫩肉 但是在精神上皮糙肉厚 在剩下来的六盏灯当中 灭掉四盏留下两盏 我想应该还是挺好选的 去吧 谈钱不上感情 本来培训去陈浩那不是最合适的吗 你怎么把他给灭 有点懵了 你懵了吧 来 请揭晓 你对这个薪酬满意吗 你对张扬的薪酬不满意是吗 你不说五千不是够了的吗 可以 满意不满意 到底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我问你到底满意还是不满意 张扬 你每次怎么老是特别没种呢 你作为一个男人 对吧 你要不就是拼命夸选手 从来也不敢骂 要不就是看别人的价格 你闷着心自己放吧 这个环节叫谈钱不上感情 请 到底满意不满意 能正确回答吗 那你刚才摇头干什么 但我希望那个一头老板再加 那你就直说嘛 加多少 能再加 不上感情 加多少 两千 加两千 加吗 加两千 加吗 加现在就加 加两千也不够 我估计你加了也白加 好 另外我问一下 为什么要加这两千 你好贱 两三千 满意了啊 我想问一下 加三千的理由在哪 理由就是我来到北京之后 想认真做一件事 所以我希望 但是北京这个物价 大家应该都能感觉得到 这个理由不成立 对 那是你的问题 那是主观 那是你的问题 你再给我一个理由 还有别的理由吗 没有了 我必要讲一下 我说这是一个 非常专业的一个舞台啊 如果我们刚才 所有的点评 是针对于选手的专业度 我们才决定 是否录用一个人 那我今天特别想 质疑各位老板 尤其是张阳 你加三千 你认为这样一个 专业型的选手 能提供你什么样的 专业服务 对 我给了他三千 我希望他给我释放 是三千的倍数的 对 希望这个词 在执掌中是无效的 这就玷污了 这个舞台的专业性啊 各位张阳 我觉得我很羞于 跟你做的一个 我们节目一个特约 一千五百万 他提点很正常 我们个人提提五个点 但是他现在做不到 这种提点的可能性 所以你真的在 玷污这个平台的专业度 他做过 我问你 你知道彩编和编导干嘛吗 你说 你说 我肯定说的没你专业 你肯定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你怎么出钱呢 你不知道你为什么 加这个钱呢 你只是为了盈而 加这个钱 不是为了 所以我高度的质疑 现在有些老板 只是为了赢选手 而加开高工资 我认为这种行为 非常可耻 大家认可吗 但是我要告诉你啊 你肯定值这个钱 这一点钱 我告诉你 都不算个什么 你真正要说一个奖师 八千块钱工资太低了 对吧 其他人可以不用理会 你觉得他八千低 你觉得他值多少钱 我告诉你 你做奖师 八千块钱工资 确实低了呀 你觉得他值多少钱 这比如说肖奖你知道吗 不是你诚意一点 在我们公司里面 做肖奖的人 工资都是五万以上 OK 对你就给五万 他就跟你揉 这个谁谁都别 我给多少钱 就我的事情 没有必要让你来操我 不是我觉得 但是我认为还是个商品 他真正的价值是市场决定的 哪一次你有底线呢 对不对 不管是拼命的跨选手 拼命的五选手 你稍等稍等 稍等 张阳刚才说 他说这句话本来没有问题 他说一个选手 一定有他的市场价值 对吗 那请你回答我 最开始他的市场价值 为什么是五千 是他自己的心理底线 因为你开的嘛 你开的嘛 对对对 对那他的心理底线 那么 对好 那为什么在短短一分钟之间 市场价值就浮动了三千呢 那这边市场价值 已经到了这个八千了嘛 他就是市场价值是吧 这就是市场价值 我明白了 你的市场价值 有没有点客观性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倒更愿意你选张启明 他一开始就开出了八千 他不会变来变去 如果说一个人 最开始给你五千 啪的过去看 呀你给八千啊 我也给八千 这种人肯定是不告普的 这代表认可 把另外十点灯亮起来 有没有薪资高过于八千 好 把灯都灭了 在最后十秒钟考虑一下 做出最后的选择 一桃星空 熊九集团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三 二 一 你的选择是 去吧 我觉得有质疑才有成长 也是为什么 我来这个节目的主要目的 是因为我希望能够接触 更多的老板 去看一下大家对我的评价 因为毕竟现在对我来说 成长很重要 我在十六七岁的时候 就是家里的顶梁柱 高中刚读了一年 就开始断断续续地 在外面打工 在亲情和我自己的理想 这方面都想得到 我放弃了自己的学业 供我自己的姐姐上学 在高考这件事上呢 我考了八年 其中获得了五所 全国这个重点大学的 路级通知书 在追求我一项的路上 我宁愿死在半路上 也不愿停在原地 做一具行驶走肉 王东南三十四岁 黑龙江人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专业 嗨 everyone My name is Robin I graduated from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nd I worked for state administration work safety for three years During this time I traveled to a lot of foreign countries And today I come to this stage for only you to apply for a position of a president assistant 大家好 我叫王东 在我小的时候啊 我是农村的一个 连一个窝窝头 都吃不上的 穷人家的孩子 后来长大以后呢 为了亲情 还有自己的理想 我高考参加了八年 被西安外国语大学的俄语系 大连外国语大学的日语系 黑龙江大学的俄语系 中国传媒大学的英语节目主持专业 还有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跟国际法的双专院录取 在工作了以后呢 我自己来到了瑞士的日内瓦 在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总部 做了很多场的会议的同声传译和交替传译 那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我想申请为自己呢 赢得一份总裁助理的工作 谢谢大家 我知道图里老师还有一个女儿 而且现在也挺小的 所以我想把这个送给您 这个是我自己画的 然后送给您的女儿的寓意就是 你看她在下雪 一个小雪人 就是让她呢 我希望她内心里像这个小雪人一样 不管外面多冷 都能勇敢地面对外面的世界 脸上始终能有笑容 这长得挺像我的 真的吗 谢谢啊 别客气 别客气 王东先后拿到无所名校的录取通知书 他没去 他最后一次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 他的高考的英语成绩是144分 以601分的高分考入北外 来掌声送给 34 高考8年 对 都已经考上了挺不错的学校 为什么还要翻来覆去考 为什么呢 浪费时间吗 就是一方面呢 也可以说是我的信仰跟梦想 就像考北京外国语 另一方面也跟那个我的经历有关 因为家庭太穷了 而我自己又不是一个 肯像现实妥协的人 所以我考了很多的这个大学 考了很多次 我觉得我虽然穷 可是我为什么要妥协呢 北外是我的一个梦想 我要上就上最好的 我为什么要上其他的呢 你呢 纠结一年我能理解 两年我勉强能接受 八年我真接受不了 就是你这个偏执啊 已经到了偏执的程度 你一定要上到最好的 对吧 因为时间是你最宝贵 你八年你人生的百分之十没了 就为了那一年的这个考试 其实那个看似奇葩的决定 背后其实都有它的无奈跟心酸 我自己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啊 就是我一定要上北外的时候 它就逐渐从一个理想 演变成我人生的信仰 我想信仰啊 就是人得有 你要不止这信仰活着 那你什么都没有 所以当时北外育儿而言 其实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力量 为了它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但问题是八年的时间值得吗 我觉得值 现在回首看起来 我觉得青春无悔 一切都值得 但是其实想想 如果这八年 如果能够创造一定的财富 改变自己的家境 我同时就在创造财富 我一边自学 一边供着姐姐上大学 我自己一边考 你自己自学 还供着姐姐上大学 我二姐上的是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五年至本科 那你高考自己在温习的同时 你做什么事情 还承担着家庭和二姐的学费呢 我特别擅长这个语言 教外语 我在那个高中的时候 就已经教我们 旁边那些学校的这个大学生 教他们考研英语 高中生教大学生 你教大学生 你自己过了四六期 你高中生也有资格考 高中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考过这种考试 因为太low了 专丝专八都过了 你就像那个天龙八部里面的 少林寺里面的火房僧人 你是个高手 藏龙卧虎 其实我收的并不多 我收他们的钱 多少钱 就是一个小时才一百块钱 他说为什么八年值不值 要上我就要上最好的 而且同时 他并不是拿着家里的钱 来去磨这八年 他还给家庭承担 给自己的二姐 还有学费 这点特别的励志 再一次掌声送给他 谢谢 他毕业之后 在国企和一家飞机公司任职 国家安全见关总局 那个可难考了 对很难考 其实很难考 那个是全国就要一个人的 对 我其实那年 就是说就业挺难的吧 因为六百多万的毕业生 我当时拿到了二十多个offer 但是这个是我最 就是我是一个目的性非常强的人 我到那去 现在离开了 其实简要的回答就是 我想要的我都得到了 我再想要的他给不了了 你开始想要什么 我开始想要北漂 我说实在话 大家都不想有这种漂的感觉 第一北京户口 解决下一代的问题 别让孩子像我当年一样哭 解决了户口问题 第二个积累工作经验 对 第三个我就好奇 我就从草根来的 我就是农民的孩子 我就放牛娃 我不知道他那个政府机关 到底啥样 干了多少年 将近三年 三年 对 从2013年的那个三年 那你会不会觉得 你这种工作方式有点现实 就拿了户口你就跑了 我是个实称人 有啥就说啥 别藏着掖着 为了啥就是为了啥 别整得那么虚 对 图蕾老师 图蕾说得牙口 我一直以来 我认为我挺实在的 他比我还实在 他比我还实在 后来他还去了 一家飞机公司任职 怎么又跑到飞机公司去了 那个最直接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的报酬高吧 报酬高 多少钱一个月 因为我对这个领域 我并不是很熟 多少钱一个月 三万七 三万七 其实你还是为了钱嘛 那是其中的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他就跟那老板沟通以后 他非常欣赏我 我特别愿意 跟那种能够懂我的人 在一起共事 你的信仰 就在那一刻 你的信仰又是什么 在那一刻 其实我也没放弃 因为我在他那 坦白地讲 其实也是一个 阶段性的目标 其实我当时也是一个 怎么想的 就是在北京 其实没有方 没有车 没有背景 什么都没有 而且一个月 在那个公务员单位里 就拿了点钱 我觉得其实我奋斗 那么多年 八年的高考 然后从那个 吃不上饭的 那个穷孩子 到那一步的时候 我远远不是 这样你的所有的苦 到现在都是一个 很励志的故事 但是多多少少 我们现在读到了 一点点的功力 就是你会上 功力肯定是有的 这个我承认 那我们现在 其实特别好奇的 你来到这个舞台 你现在的信仰 到底是什么 那个家勇哥 非常感谢你的问题 等一下我在演讲里边 希望把这个回答充分 你今天来应聘的是 教育行业和总裁 处理相关工作 对 是吧 教育 教育 教育是第一 一定是教育 你要求薪水多少 一万起吧 底薪不低于一万 有低于限制没有 没有 没有低于限制 我希望你能够 承诺你的诺言 在第二轮 天生我有才的过程当中 简短的演讲 解答大家 所有的质疑 好的 好不好 来 第一轮选择 取货 天生我有才 谢谢大家 假设你的工作业绩 比较突出 得到领导的肯定 但同事们却越来越孤立你 这个时候 你会怎么处理 这个情况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以前 其实遇到过 他们原来孤立你 怎么孤立你 他会在背后造谣 那你检讨一下 你为什么会被造谣呢 我觉得 太张扬了吧 你张扬吗 我看你一点不张扬 工作的时候挺张扬的 就是什么事 做好了以后 我们那是开放式的办公室 大家同事都在一起 我直接就跟我的处长说 我说这个事 姐 我做好了 然后这个我做好了 这不是可以透露存 你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 一种实在吗 然后他总夸我 他越夸我吧 我就越夸越来 所以你感受到没有 其实有的时候 太实在 其实就是一种张扬 而且我的领导 还送给我一句话 叫做 人低成亡 水低成海 低调一点 一定得低调 地气锋芒 对 一定得低调 但是我是这样 具体来操作的 你的工作的 一定要让你的领导 给知道 但是怎么知道呢 这个我觉得 我当时通过QQ来聊天 就是我什么 他给我安排到哪了 我一定完成以后 包括我没完成的时候 进度也得提前 告诉你的上司 让他知道 你现在做到哪了 然后完成了以后 我会在QQ上告诉他 让他看怎么样 提一些建议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 他就 一看这个怎么样 他就知道了 有问题的话 他会告诉你 就让自己主要的工作进度 和这个工作的成绩 只让上司知道 其他的人低调处理 你这种方法有用吗 非常有用 我有另外一个角度 那个王东 其实我倒觉得 你这个回答 你刚才说 建议大家在职场 你怎么表现这件事 有点功力 其实 我觉得这道题考的是 你在团队中的关系 你怎么合理地处理 上下级和同级关系 对 你只是努力地 给上面进行表现 你并没有努力地 去团结大家 是这样的 那如果你现在 是个领导 又怎么办呢 我当时是一个新人 所以说我在里边 如果发挥我的力量 是全聚团结所有人 我并不具备这个能力 那个王东 我理解你 因为你毕竟 考了八年高考 这就是这个事的副作用 所以你其实 比很多优秀的同龄人 是晚进入社会的 你想急于赶紧 弥补回来这些时间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会努力去表现 对 但是你要考虑 你既然想往上走 还要做总裁助理 这样的岗位 以你刚才的回答 其实你就不适合 做总裁助理了 对吧 他始终一种 说话的方式就是 你看 这个我都敢说出来 你们不敢说吧 我比你们实在的多 其实这种刻意的表露 真诚本身是一种绑架 可能是内心的一种愤怒 对 这个是被设计出来的事在 我倒也有感觉 对 我们来听演讲吧 好吧 注意啊 你的演讲要解决 诸多的大家的困惑 好 开始 大家好 我今天来跟大家谈一谈 关于信仰的问题 很荣幸 我是一个穷的 连那个窝窝头 都吃不上的孩子 因为饿得不行了 我就跟那个邻居的奶奶 要说给我一个窝窝头 然后后来拿着这个窝窝头 到我叔叔家去吃的时候 我叔叔就说 我们这不是救济困难户的 那年我才七岁 东北的冬天特别地冷 我觉得嘉勇哥 这个你应该有体会 零下三十多度 我当时棉袄还没穿上 已经入冬了 所以我当时邻居 看我挺可怜的 就把他家孩子穿 旧那个棉袄 来给我穿 然后我特别高兴当时 然后就去跑去 那个在野外放牛的 我就去找我妈去了 我看到我妈远远的 我就跟我妈说 妈你看 邻居给我的棉袄 我又冻不死了 今年冬天 我当时太小了 不能理解我妈 当时的心情 我妈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所以我觉得 当时我的信仰 就是一碗白米饭 因为我吃不上 我们家五口人 还有两个姐姐 就我大姐 上学的时候 她带饭 她能吃白米饭 因为怕别人瞧不起 所以她带完饭以后 饭盆里剩的鞋 我跟我二姐 我俩分 就分那个锅吧吃 到后来的时候 我想我这个信仰 就是怎么才能实现呢 我妈为了让我读好书 把我送到吉林 那个舅舅家的农村去 我走到吉林 我也没逃出放牛 在她那放牛的时候 冬天特别地冷 我那么小 就感受到了这种 寄人篱下的那种生活 当时那个棉鞋 那个鞋袋跑丢了 然后那个雪 灌到鞋里边去 化成水 这水又冻成冰 我连吃饭都得看人的眼色 吃不饱饭的时候 我就啃那个冻豆包 最后得了急性微肠炎 差点就死了 所以我觉得这八年 一开始的时候 北外对我 就是一个理想而已 就是一个目标的学校 但是考着一年又一年的 一年365天呢 这么一点一点地过来 只有就像刚才 陈浩哥说的一样 一个人复读一年 你能理解 可是八年 不用问他考到哪 他能活着就不错了 我坚持了八年 最后实现了 我北外的这个目标 所以这个时候 北外对我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校 而是一种信仰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后来我拼命地去投简历 去面试工作 然后面试了很多 因为我没有安全感 我从来的安全感 都是我自己带给我的 我只能自己去争 这也是为什么 我功利的一个原因之一 所以后来带团完 然后走遍了世界 好多地方 这大大的开拓了我的事业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建了各国的风土人情 再结合我自己的这个经历 还有求学的这个困难 我觉得教育 就成了我的这个信仰 所以再加上北外 我在四年的时候 一直在做教育这个事 所以我觉得未来 我要把我一生的经历 都放在这个教育事业上 我觉得我要做免费的教育 让像我当年一样 在那个偏远地方山区的 那些孩子吃不上饭 没有上学的那些孩子 让他们享受到最好的教育 我一辈子都要做免费的教育 谢谢大家 怎么样 这段演讲解答了 你们的困惑吗 那个王冬 我们先别点评他 我觉得应该先问他一些问题 我可以解读一下 当你一直在说信仰的时候 刚开始你说 北外是你信仰的时候 其实还挺感动的 可是当你的信仰 一直在变化的时候 我就怀疑了 什么是信仰 你能跟我们讲讲 你所理解的信仰是什么吗 我觉得信仰是一个 对他毫没有功利的 一直去为他 去做一些信仰里面内容 应该做到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 我要做免费的教育 这就是北外教给我的 来你解读一下 什么叫信仰 信仰这个词 在我们七十年代人心里 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词 我们真的是为之热血澎湃 它是一个人 对一些人和事的崇拜和追求 以至把它变成 我们的行为习惯 所以当你前面那些 如果北外是你的信仰 那么北外就不仅仅是一所学校 它应该幻化成为你所有的 行为准则和价值观 没错 这些我们并没有看到 我觉得你要把你的目标和信仰 区分开来 当你前面说 一碗米饭是你的信仰 后面又说 什么什么具象的东西 是你信仰的时候 人的信仰是不会随便变的 来 叶子龙 首先我听完你的演讲 首先我真的不感动 第二个 我觉得你不适合做教育 为什么 因为你反复地去讲你的贫困 你现在好像你的所有的优秀 所有的努力 是一种报复性的 我一定要改变这个贫困 其实改变没关系 但是你的那个追求 老是跟你那穷有关 你要把这种东西灌输到孩子身上 我觉得这是不合适的 所以我觉得你不适合做教育 对 我同意叶子龙的观点 我就在你这个上大学以前 你所留下的所有的记忆 比如说那个叔叔家的话呀 为什么都是不愉快的 都是不美好的呢 都是痛苦的 难道就没有一些好的事情留下来吗 讲这个演讲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让你感动 而是让你了解我 你感不感动的话 我又不是在给你讲故事 讲童话 在第一轮的时候 我就想讲这个事情 其实你说你一上来就讲 你是个农民的孩子 你家里面很穷 其实我告诉你 你今天所演讲的这一段 其实就像我们叶子龙讲的 其实一点都不感动 我比你穷多了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 我小时候 这个五岁以前 是没穿过裤子的夏天 没穿过鞋的 真的啊 但是我小时候 我没觉得我很穷 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老是觉得 以前的不愉快 以前的穷 对你现在来讲 到底是个好事 你认为是个好事 还是个坏事 好事 对啊 那你是个好事 那你就不应该 老是把这些东西提起来 我现在我告诉你 我很开心 我小时候穷 千金难买少年穷啊 这是所有的人 都不具备的财富 我具备有啊 一无所有 是一种财富 所以说我是一个 八年后我才具备有 现在图里老是看着 我像四十多 像五十多岁的人 那么那么成熟 那么老练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穷 对不对 所以说这段 我很开心 很阳光的一段事情 为什么到了你这里 都讲了好像 哎呀 我这个因为这个事情 我好像 留下了不能磨灭的 王栋你的穷 你讲穷的时候 是带着一种 苦大抽身的感觉 知道吗 是不美好的 而且你想把这一段穷 变成一种历史 去感化别人 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 而且让人家 引起里头同情 或者怎么样 其实我认为 你现在的身份 已经完全没有 这个必要了呀 所以当一种感情 你过于地去强化 甚至于刻意地 去强化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种虚伪 就是给我们的感觉 反而就不真诚了 可能他的这样的一种 拔膏并不是源于 他极度的虚伪 而是可能是 他极度的自卑 也正因为这种自卑 所以他是想要 不断地去强调 他的不幸的遭遇 让大家觉得 他的理想非常的伟大 可能这种自卑 导致了他今天 所有的表现 我们来听一下 现场观众的意见 我其实也 以前也想过一些 关于信仰的问题 这个我叫他一声大哥 大哥我说一句话 你别介意 你其实你一直有信 信仰是钱 对吧 因为你小时候穷 你需要他 所以你日识夜想的 就是怎么让我 更好地活下去 当然这也没有什么错 因为这个东西 尼格尔他信仰太阳 对吧 不同的人信仰 不同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偷换概念 说我想去教育 我想去回报 过去的一些东西 不止有很多人 他们没有钱 他们都可以捉到的 但你想想 你现在捉到吗 我是一直在做 别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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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让他说完 所以说我就希望 你怎么说呢 您能够反思一下 说我如果真的想 我去回报 我或者是说 我想去让更多的人 脱离贫穷 你是去做点什么 而不是说我以后 做点什么 因为如果你把钱 当信仰的话 你这辈子 挣不完的 好 讲得很好 对 对啊 讲得不错 我觉得他的问题 可能就有点遗憾的地方 在哪里呢 就如此励志的一个故事 那么我期待着 有更精彩的 未来更精彩的励志 因为什么叫 这个免费的教育 如果说你那 精彩的励志的故事 本身就是一个 免费的教育 对吧 那么大家执意 你的是说 我想要去做免费的教育 但你今天并不成功 你怎么去做这个事情 我相信就能够让很多人很感激 我能说一下我做过的事吗 你的失败就在于你说的过多 而且你过度沉浸 拔不起来 其实你的故事 我觉得我都是很感动的 而且我反对其他老板说的 对你的负面的评价 其实你这么有信仰的 去考入一个大学 这个你把它作为信仰 没有错 你说你要去帮助孩子 我也觉得非常的好 我觉得现在你需要是 拔出来你的苦难 然后理清楚你自己的前途 对吧 要不然你就真的是 一心一意的 慈善的去教育 我下面的一个员工 当时到西藏 我们去慈善的学校 他就决定三五年 在那边去慈善的去捐责 但你没有 所以别人才会误读 你是为了钱 我还没回答 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有 我做过很多事 现在都没给我说话的机会 我一直在做慈善的教育 我一直帮很多人 你看看 我是说 你看看 不 稍等 稍等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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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那么急躁 你看看你刚才的那个愤怒情绪 我只是太急于解释 不 不 你就是太急功近利 你太过于陈述自己的苦难 太过于地想弥补八年的差距 太过于地想达成某种价值 这种心情可以理解 但是就不要把自己说得那么高 我想问一个 我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说从你上来开始 我就一直怀疑你的求职动机 我觉得 你在线下经常一找就是二十多个offer 为什么到这来 我有信仰 我是要做免费的教育 我是奔着陈浩哥来的 我已经做了很多人了 我做了二十多次高教育 拜托我们是求职 不是在谈信仰好不好 我们就是求的一份工作 你的工作是信仰吗 你的工作是做免费的教育吗 你去不拿薪酬吗 你一万贯金薪酬啊 可是我确实一直在做 但就不要说那个事 那跟求职没关系 那是你个人的信仰 你个人的慈善 今天你只是来求职 你就说我这一万块钱的薪水 我干什么就可以了 你老说免费教育干什么 我们这又不做公益 我们想看到的是你职场上的能力 而不是不停地消费你的痛苦 包装你的信仰 我们完全没看到你的职场能力 我从您的刚才讲述的过程当中 可以明确地感觉到 他是一个目标感非常强的人 但是目标感非常强 在企业里是一把双刃剑 好的一面就是他为了这个目标 可以勇往直前 坏的一面是企业 如果你可以提供给他这个条件之后 他达到了他的目标 随后他就会做出什么呢 这个我们不是很确认 就像您毅然决然地 抛弃了前两份工作是一样的 我觉得对于信仰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去定义 信仰是什么 信仰就是虔诚 你一直坚持不变的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非常精神层面的东西 那王东你如果不适合 做这个总裁助理的话 大家觉得你愿意接受其他的职位 同样去完成你这个梦想吗 不愿意 一直愿意做总裁助理 为什么一定要是总裁助理呢 其他的教学或者是教学研发 那也能够帮助到很多的学生 那把你过去的经验技巧 我觉得这个工作不需要来到这里 我自己都能完成 我过去一直在做 在高校里面做免费的学习分项 那王东我得很坦率地告诉你 我不爱护卫人 我不会在任何场合临时招一个助理 我的助理都是在公司工作过 或者在某一个岗位上很胜任 甚至有综合管理能力的 才能做我的助理 没问题 我自己能完成我的信仰了 我了解了 我们来看一下老板们 自己对你的认知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来 第二轮选择虚口流 谢谢大家 还有五盏灯 来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周围李浩阳 医学教育给你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英语教学研发的一个工作 其实能帮助你实现你这个梦想 好 谢谢 初宝可以提供给你的是 初宝输入法在海外市场的商务拓展经营的职位 如果你的愿望是真的 你的目标是真的 我觉得就可以到我们优胜新联网工艺项目来 这是我们总裁办直属的工艺项目 那我们主要就是为贫困村架设免费的网校 谢谢陈豪哥 我觉得你既被做总裁助理的特点是因为我们在全球收购了很多公司 我特别需要有懂国际法和英文的人 我们就是致力于大学生 创业 职业 各种能力的培养 而且我们有自己的免费方式 就是用直播的方式来做 所以我给你这个岗位的我的助理 好 谢谢佳勇哥 灭三盏 刘良盏 对付陈豪 谈钱不上感情 请揭晓 你对这样的薪酬还满意吗 非常满意 好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陈豪哥 为什么不能给我总裁助理的职位呢 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我说现在的能力明显不匹配啊 其实我是想来跟您学习的 你开到一万以下的话 那你应该给我付学费啊 我要对企业 要对股东负责的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来 把另外一只展灯亮起 其实你要是真的去做公益啊 真的如你所说 你总有一天可以做助理的嘛 对吧 来 有没有薪资高过于两万的 两万二 两万二 有没有高过于两万二的 好 把另外九盏灯灭了 接下来你考虑十秒钟 是否愿意让刘家勇代替 这两位当中的某一位 不需要 谢谢 你不需要 为什么呢 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如果你想真的想做免费教育 你就去做 好 少说 多做 因为做了之后 真正得到的内心的温暖 是你自己的 好不好 这种好事我一定要高调地做一辈子 如果认识你的信仰 你就不要在乎是不是总裁助理 好 你高调地做一辈子也没有问题 好吧 只要你这扎扎实实地去做了 也可以 好 好不好 好 来 在接下来的选择过程当中 你考虑十秒 好吗 十秒钟时间 做出最后的选择 来 请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优胜教育 叠合科技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谢谢再见 其实我这时候突然耳边想起了库尔特 刚才一个质疑啊 库尔特质疑说 你是不是来秀 当最后这一刻 你说谢谢再见的时候 我一开始一直笃定 你拒绝我上台 包括你有一个很笃定的目标 我以为你会选陈浩 当你谢谢再见的时候 说实话 库尔特的声音格外的刺耳 我就在想 你也是不是在秀了 因为陈浩提的是 完全是匹配于你梦想的 而且陈浩也说了 你在我的公司慢慢发展 当你熟悉业务之后 是有机会作为我的总裁的 他讲的职场路径 包括各个方面 我们都听了这个话题了 我不同意 其实这个还是提示 但是你为何 在最后一刻 做出这样的抉择 其实你的信仰不是北外 你的信仰是你自己 你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这幅话还给你 我无法向我女儿解释 这期节目当中 这个男生 他自己的主张 我也理解不了 他今天来求持的目的 我无法解释 这样的一个 画作的作者 他的意图是什么 那我与其解释不了 我就不解释 但是我还是希望 你能够生活的快乐 和幸福一点 谢谢 谢谢 再见 我这人比较热情 比较开朗 同时也比较爱管闲事 比较较真儿的一个人 我想在两年之内 做一个市场主管 可以挣到50万 去到两个自己喜欢的一个国家 去旅游开阔自己的事业和格局 毕心燕 女28岁河南人 洛阳理工学院 计算机软件专业 各位老板 人力资源专家 图里老师 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应聘者毕心燕 我来自洛阳 我觉得每个人就像一本书 而我打开这本书的目录 就看到这本书的全部 通俗易懂 严谨易改 我今天应聘的岗位 是销售一职 谢谢大家 各位老师 对我的奖励 听说你为了看非尼莫书 导致影响了工作是吗 有那个我们同事 就给领导打小报告 然后最后领导就找到我 问这个事情 为此而开除了 对领导说 看一下我的想法 如果我要是继续留在公司的话 那我就踏踏实实的不能跳槽 如果我要是不想留在公司的话 也请我诚恳地跟他说一下 但是我已经接到 非尼莫书的这个电话了 然后我很兴奋 我就说可以没问题 我当时就辞了 所以你到非尼莫书来 其实也算是背水一战了 想去哪个企业 我比较喜欢那个寻九集团 因为我是这四五年 我一直做的都是理财 就是帮客户打理资金这一块 寻九集团有这一部分的一个业务 你做的是P2P理财 对 业绩怎么样 业绩每个月在120万到150万左右的业绩 这算是你们公司里的一个什么样的业绩 上中下 中等 中等 你有做理财的产品的诀窍吗 我觉得金融的本质就是风险的一个把控 还有风险的一个严谨性 最重要就是霸这两点说给客户 还有就是利用自身的这个制成手信 取得客户的一个长期信赖 要以成代人是吧 对对 我有个客户他做理财 那个门店关了 那个客户就很着急给我打电话 我说阿姨要不这么着 我把您的本金和利息我先给您 我说我把我的身份证号给您 我说白纸黑在我您写上 那个阿姨说既然你这么有诚意 没事 我说阿姨您记着 我给您向您保证 如果到期本金和利息没有给您的情况下 您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我把就是对付给您 包括到现在那个阿姨 让他姐姐他们都在我这继续在坐着 我觉得客户跟我做了 这是一种良心的责任和使命 我觉得有的人是为了钱而存活 有的人是为了钱之外的一份责任和价值 我觉得做东西 不管是做事也好 做人也好 一定要支撑守信 踏踏实实认认真正的 你要求薪资多少啊 我要求六千 来 第一轮选择虚火流 还有九盏灯 天生我有财 谢谢 来 直上四评题 如果领导对你的提案一直不满意 可是你自己觉得做得很好啦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 我觉得领导他毕竟是领导 如果他觉得我不满意 肯定是我有不对的一个地方 我要首先我要自己做一个反省 我这个我自己觉得我对 我哪里对了 老板觉得我不对 我是哪不对 我要首先做一个明辨是非的一个判断能力 之后再做下一步的一个调整 那如果这个问题再改一下 有人抢了你的提案 先呈上去了 说是他写的 你会怎么做呢 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我要合法维护我自己的一个权益 首先我不要给他帮我去抢我那个人 去给他发生什么争执 我要把这一件事情 就是我对的一个地方 我要说明白 然后讲给我的领导听 然后让我领导做一个判断 就不找当事者 找领导 对对对 那如果领导偏袒他呢 领导偏袒他的情况下 我觉得要么他的业绩优于我 要么他在公司的经验或者资历去优于我 哪里 他只会在领导面前谗言罢了 是的 那你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先不吭声 然后努力让自己做好 等我做得特别优秀的那一天 我觉得我会用我的优秀去征服 这个人的一个眼光 他就是一个好员工 我觉得他一定要为他点赞 他一定是一个执掌中 大家都喜欢的那类执行者 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个欣燕 因为你刚才给我的 给大家的答案说 你自己反省 对吧 你是通过自己反省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要跟领导去问清楚 他哪会做得不满意啊 我觉得首先自己的反省优味重要 然后自己想清楚了 再去给领导做一个 这个事情的一个评判 你本身都没有做好 你怎么有能力能够反省呢 你考虑过这个原因没有 我觉得欣燕是自己一个 很自立很自强的人 然后呢 他是一个向上寻求支持的人 其他的边上他说 我先做好 然后对上做好 周边的事情 但是一昧的往内找原因 也会有问题 他没有向上的能力 他只有向内的能力 他向外的能力 目前看都不具备 有些人是过于自信 欣燕你是有点过于不自信 来三位老师 他适合做销售 我相信各位老板 在过程当中 并没有真正的体会到 他说做销售 他就有多么的 这个契合度有多高 但他销售成绩 可以达到中等 他怎么不适合做销售 他所在的那个行业很特殊 确实那是一个老实人 才有可能有点业绩的行业 但是说实在 你体力上的付出 我们看到了 但是在心智上 智力上的付出 没看到 陈总说的言之有理 我觉得做任何事情 首先要理性的判断 而不是以主观的感情用事 我说实话 他的性格做销售 一定成绩很好的 尤其是面对面销售 由于现在缺乏这样的人 因为他的同理心 无论你说什么 陈总一批评他 你说的言之有理 无论别人说什么 他首先肯定 所以这个是在很多人 人家说你这东西不好 你言之有理 我认为他是会是一个 非常好的销售员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销售 和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可能要注重更多的技巧 和一些套路 但是现在的客户 你那些技巧和套路 可能很多客户 已经不适应了 不需要 可能他需要这种 但这需要这种 最起码的基础叫专业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他专业的痕迹 专业可以学啊 对不对 他已经干了那么多年了 你都没看到专业 对这个产品的认识 难道你在说 他没有学习能力吗 其实我觉得 他很适合去他的医院 做那些服务 我觉得他可能是在 某一些行业 是适合做销售的 像类似于他们的地方 就是温馨关怀的 对 基于人和人之间的信任的 我们公司里面 做销售做得最好的 就是他这个类型的 谢谢您 来第二轮选择去火流 还有六盏灯 张启明 熊九集团 儿童的洗化水沐浴露 洗护用品 铺品的一个销售岗位 销售主管 这么一个岗位 那在我们这里呢 医学教育可以给你 提供这样的一个 销售的工作 开不知给你的岗位 是营运助理 你可以先从西端销售 开始销售 谢谢燕中 贾君 鲍皮雄早教馆的 日拖中心的招商的 销售岗位给到你 一桃互联网餐厅 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我们全国招商加盟 事业部的销售顾问 鲍眼我们梅尔木医院呢 给你一个客户服务的岗位 六盏灯灭掉 四盏留下两盏 好吗 另外的老板们 有没有薪酬高过于六千 我六千八 把另外九盏灯灭了 我通常这个时候 不太会给这个选手意见 但我今天必须要给你一个意见 我觉得的话 其实这个在张总和这个力总这边 不太适合你 而且的话 那个张总的工资是在上海的 家庭在北京 对你家庭在北京 其实冷静下来 你更应该选好行业 你和谁更容易拉近距离 这是你承担的最关键 对你来说白发经济 妈妈是都是你最好拉近距离的用户群 而不应该去考虑哪位老板和你走得近 这是我给你的中肯的建议 所以贾经济片 你真的可以 又是在北京 可以慎重地考虑一下 我不认同他只能做白发经济 我觉得你们是小看了 馨燕 对 他的这个销售 其实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作战 他只是这个建议而已 你别慌嘛 好吧 他出的是六千八 他们俩出的是六千加 你考虑一下 十秒钟 代替 代替哪一位 代替这个熊九集团的张 代替张启明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HR也好 或者是这个刘总也好 我觉得他们给予我是最 就是 给你的这个建议 最宝贵的建议 对不起了张启明 我等一面了 黯然离场 家军 航起你的头 听见你的胸 走向你的舞台 考虑一下十秒钟 做出最后的决定 好 医学教育 东方爱音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医学教育 你还能选择利浩雅 对 去吧去吧 其实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学习 我希望我自己能够 直升于教育 然后其实栗总的人品 我觉得我是非常欣赏的 以及他的一个教育 我希望能够耳濡目染地 影响到我今后的这个 不管是自身那个发展 或者是格局和事业 我在大学里待了八年 第一次狂大学的时候 是十六岁 我来这找工作的主要原因是 我想看一下 我关于产品上的设计和概念 有没有转化成现实的可能性 苏妍男29岁山东人 高中毕 各位老师你们好 还有各位老师您好 我叫苏妍 山东张秋兰 高中学历 自然我也就没获得过什么荣誉 所以我想拼一拼我的能力 今天呢 我主要带来了我的PPT PPT里面 包括三个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是我的一部分设计思维 第二部分是一部分 是我关于哲学 心理学 以及经济学的一些个人烂诗 第三部分呢 是我以前无聊的时候 写的几出小诗 对于工资和所从事的工作的话 我希望各位老师能够在 看完我的PPT以后 再做出决定 至于其他内容 我就先暂时不想多说了 谢谢大家 既然你提到了PPT很重要 我们就先看PPT 好吧 你解读一下 接下来的话 我会介绍我认为比较得意的想法 第一个是智能电器计划 首先我们家里都有很多电器 有的有十件二十件 每个电器都有很多功能 那么我们能不能想一种方法 就是说通过一个设备 就来控制所有的电器呢 我想是非常简单的 而且用现在的技术 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首先这个技术涉及到 首先我们要做一个 通用控制接口的协议 我设计这个接口的目的 是为了两个 如果我把这个接口 接到普通的设备上 那么它就是我们一般的电器 如果我用带WiFi功能的 控制器接上的话 那它就变成了一个 就是说可以用无线控制的电器 这样的话 我们再设计一个 就是说设备就可以 把所有的设备一起控制 这样带来一个好处就是什么 你可以一次性编辑 你一个星期之内 所想看的电视节目 你也可以做到一些 更复杂的控制 这个你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现在有很多智能家电器 已经实现了 正在实现了 不是不是不是 我希望老师 差的圆差的圆 是这样 每个人都想做 但是每个人其实都没做成 我想问为什么 老师 我还是先那句话 我希望您 听完我的完整的 你先回事 我一个问题就行了 您已经讲了很长了 我们等了很久 你这个有关于 智能家电操控 还没说完是吧 对 我还没有说完 你先说 我给你一分钟 比如说 我们如果就是说 首先实现一个记忆功能 我接下来说下一步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 很多家电 我们都可以重新设计出来 我说一个最简单的 像我们现在洗衣机 自动洗衣机 因为我们用的是 传统的控制精能 所以它变得非常麻烦 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软件 用这个控制 同时用软件 对它的每一个工作的 顺序接近控制 同时我们又在水里 加一个水质的传感器 那么就能沾这个意义上的 实验它 扔进去 我们就可以不必管它 因为程序 会我们做完剩下的事 你说的都没问题 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 为什么格力也没做到 孩儿也没做到 BAT也没做到 雷军也没做到 为什么这些千亿美金的大佬 都没做到 为什么 困难在哪 困难是需要 所有的家电 都同时使用 这一个协议的监控 才可以做 非常好 那他们都做不到 你为什么能做到 所以不是技术问题 也不是想法问题 是能力问题 今天这不是能力的问题 这是大家看 有没有看到 这么做 有没有力可学的问题 你比雷军还有能力 来做到这个事情 那李浩阳你问了半天 就在说他没能力 但他的阐述没有错 他阐述没有用 所有人都知道 比如说 我们又不是在说 他能不能立刻实现 我们只想听到逻辑 你还听我说 这个技术 如果它是先进的 它比现有的技术先进 那么它一定是有用的 它实现上 时间只是一个 时间长短的问题 你懂技术吗 我不懂 你不懂 你怎么知道 你的想法有可行性呢 我知道他们的功能 他就是想号召大家 来做这个事 对 你觉得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觉得你的这个想法 别人想得出来吗 你觉得你的这个想法 别人想得出来吗 对 你怎么要说服大家 你也知道了 就是很难说服 很难统一嘛 那你来试试 来说服一下我们 对 这个东西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说 如果有个人认为 我想号召大家 一起来做这个事 那算是一个运营的 策划的一个范围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也罢 如果没有的话 作为一个懂技术的人 知道要实现某样功能 你要哪些技术上有可行性 你也行 那你又不懂技术 你又不懂运营 你提出这么个主意 我也知道这么个主意 我也希望家庭能够便利 那又有什么用呢 就是假想而已 对啊 你这样的话 每一个人 每天可以想很多这样的 对啊 那不是空想了 所以你来这儿 不是求职的 我要展现我的能力 再希望您根据我的能力 决定我干什么活力 说的就是 说的就是 这个展现了你什么能力 是想象能力吗 是 是什么能力 他烂为新种切换能力 这毫无能力 你说这是什么能力吗 你说嘛 如果您一定要加持烂为 这是没有能力的 我没有说他没有能力 你告诉我这是什么能力 那您这种口气 难道不是烂为 他是没有能力的吗 对 我确实认为他没有能力 但是你认为有能力 那你说是什么能力吗 这不是一个能力 这是一个关于未来的 一个产品的概念 但是今天来求职 说能力 就是说能力啊 就是以能力换新筹 就是说能力不说想象 我只是希望展现 我在这一方面的那种 设计概念上的能力 那对不起 这种能力不需要 好吧 来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好 把灯亮起来 其实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 其实你应该也可以预料的 以前有过这样的结果 好的 但是我想劝苏妍一句 如果你真的想要到职场来 跟大家伙一起干活 赚钱 生活不像以前一样 自己一个人工作的话 那你可能更多的情况下 要考虑一些务实的东西 好的 就是你到底能干多少事 拿多少钱 怎么跟别人相处 才能够展现自己的价值 好吗 好的 好 谢谢你 谢谢 再见 谢谢